那怎么写 1我们直接签到Bizzo Basic 2的话一样建一个Module给他 那因为刚刚都做过了 所以我就直接来讲重点 那我们就直接打一个Sub Sub名称叫人士芬兰 小瓜糊都不用给 你按Enter就可以了 这样他就会自动产生一个什么 EndSub 那接下来的话我习惯了 拉到旁边来一边看我的需求 一边把程式写出来 那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要跟他叙述一下 我跟他讲说 我要把我的资料 帮我把它放到这四个栏位 那这四个栏位的范围就是什么 跟他讲说我的范围 先跟你讲一下 我的范围是for i 列的话是从第二列到第几列 第二列到第九列 或者你将来就可以追踪 然后Enter两线打一个Nest 移到上面 这个我想我这个做很多遍 按一个TAB 接下来跟他讲说 第几栏 for 这个特别注意 for J 不过你用别的名称 这个不一定用J 这个变数名称我自己取 我希望要J 第几栏你不能用这个文字 你只能用数字 第一的话是4 4到7 Enter两下打一个Nest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里这个范围里面的每一个储存格 你可以用什么叫Sales I列的追览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范围的每一个储存格就叫做Sales I列的追览 等于什么呢 如果你等于一个空的话 他就会什么 执行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资料就清空了 我清空给你看看 有没有清除 所以这个就清除 干脆把它复制 复制过来 这个叫清除就好 所以写清除 就是这个范围的清除 OK 所以以后 只要是一个清除 OK 那我们就是写成这样了 其实跟之前的写法有点像 只是多一个什么 for J 有没有 多一个蓝 将来如果你多蓝的话 你就for J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关键的地方来了 这里面的资料应该放什么 跟他讲一下 我要放的资料 请你帮我从这边抓过来 可是我要怎么叙述跟他讲说 我这个应该是 所以这个应该是Sales 我先打 反正我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我先打第一个 第一个是第几列呢 第二列 对 逗点 第几蓝呢 B蓝 或者你用2也可以蓝 习惯我就写上 请你帮我把B2放到这边 不过你如果现在实行的话 他会怎么样 全部都一样 可是不对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这个 应该是 第一次应该是B2 第二次应该是B3 再来B4 B5 一直被推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变数 对 同学 马上反应 之前不是写过一样的东西吗 我们可以 这边加一个K 有没有 就是上个礼拜那个 如果你忘记 你可以 再把影片调出来看 K等于多少 等于2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这边下面 因为K要加1 所以K等于什么呢 K加1 好 程式写完了 哎 你想说有这么简单吗 这样应该没有很复杂吧 对不对 其实真的很多地方就是这样写出来 那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有没有 全部就OK了 这个部分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刚刚做的第一个阶段的事情嘛 第一阶段就是用Index 配合Column跟Raw 有没有 在VBA其实写这样就好了 你会觉得 这个会比刚刚还困难吗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啊 而且 其实如果你写熟了之后 反而觉得这好像比较简单 对吧